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华语文课程规划与教学设计 主要呢,我们要谈一谈华语文的课程有哪一些种类 然后呢,我们要看看华语文课堂教学的规划跟设计 以及个别教学的规划与设计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当你在教华语的时候 你的课程可能会有哪一些不同的形式呢 这里主要分成两种形式 最常见的就是课堂教学 那么在个别教学当中 今天我还要谈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 待会我们会提到就是所谓的健身房式的个别教学 那么谈到这个课堂教学呢 是要看学生的年龄而决定 我们可以分成学龄前的华语课程 现在在美国已经开始很热门的 一岁半开始的 学龄前的学龄前的儿童就已经有机会浸泡在华语的智界当中 从小就赢在起跑点上 所以学龄前的华语课程 已经开始微微风气 接下来中小学的华语课程呢 我在前几次的讲课当中 跟各位介绍过美国的奥瑞冈大学 跟波特兰市的中学跟小学都有合作 举办中小学的华语文的课程 这也是将学生们在早期的学习经验当中 就能够浸泡在华语的世界里面 那么下面一种呢 是大学的华语课程 这个在国外最早开始 就是从这个大学的华语课程做起的 我的例子呢 是密西根大学的华语课程 多半这些华语课程都是在亚洲研究 这样子一个学院当中 或者是这样一个学系里头进行的 另外也有成人的华语课程 如果你进入这样的网站 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 在各大学或者是各独立的这种华语课程 有什么样的选择 你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蓬勃发展的 一个行业 然后呢 谈到补习教育 这个是华人最熟悉的了 我们现在的补习教育 如果举台湾为例的话 已经也开始了 除了英语跟其他欧洲语言之外 华语也成为了补习教育里面 很重要的一环 你可以从他们的招生的模式 招生的简章 可以看出他的端倪 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从事个人的家教 你也可以从这个网站上面看到从事华语的家教 你可以怎么样的将你个人所希望教的课程 你所希望收的学生 以及等等各式各样的资讯放在网站上头 那么还有一个是所谓的建语房 我是用建身房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把身换成语 你可以看到这里没有一个相关的网站 那是因为 目前这种建语房的教学模式 是在英语教学很常见 尤其是在亚洲的大城市里面 常常有这种为个人量身打造的建语房 健身房式的语言训练 就是训练你的语言肌肉 就像是到健身房里去打造你个人的这个身体一样 这是打造你个人的语言能力 那目前没有相关的网站 这是等着未来各位成为华语教师以后 可以再继续用你的创造力 来增强在建语房这个教学模式上面 建立你个人的网站 那同样的 说到这个教学的课程 还包括了单语的静音式教学 跟双语的静音式教学 这里所提供的两个网站呢 也都是在美国的公立学校当中提供学生们 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完全浸泡在华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这叫做单语静音式 那或者是可以是中文跟英文双语的 浸泡在两种语言的环境里头 这里他所用的模式不一而足 但基本上单语静音跟双语静音就是这个意思 就像是中文双语静音语静音语静音词